最近拍了两家银主盘 接触的客人就多些问我关于银主盘的东西 我也想拍片简单讲一讲关于银主盘 银主盘就是业主遇到财政困难 供不了楼而被银行收楼 银行收楼之后有两种形式去买楼 第一种形式就是将盘委托给代理 交下铰匙 代理就可以带不同的客人去看 看完之后给银行价钱 在一段期间内所有有意向买这层楼的 最高的人的出价是否合乎他们的心水才决定买不买 第二种就是经拍卖行 拍卖行就会刻意记住一个比较低的底价 去吸引人去入场去竞价 拍卖行开口价是比市价低很多 纯粹是一个广告价 当然不排除广告价的确做到 但大部分都是做不到的 它本身都会有个底价 未到个底价有机会是楼标的 买银主盘买交都需要被用的 都会收银行那边的用 但和二手盘是没有分别的 银主盘通常就比正常的楼盘便宜一点点 便宜大概一成或者两成 有些夸张点都有的 买这些银主盘其实有一定的风险 银行是不保证物业的质素 即是它潜在的漏水 或者欠缺维修 潜建 甚至是契约的缺失都不关银行事 假设我意向买家和银行签的合约 都不是standard的合约 由银行提供上面有机会有些额外条款 买家除了在价钱有些讨论之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讨论 基本上一定要接受银行的条件 银行才会卖给你 另外最多一样关心的 买银主盘是否做到按揭 是做到的 只要银主盘是健康提契的话是做到的 但是我也为什么会跟客人说 你要有心理准备要付批 因为银行那边有没有签金提约 它齐不齐我不知道 所以你买之前要预计自己有能力付批 你才会动手会稳稳一点 我通常的做法都会打给银行问 这个契约齐不齐啊 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还有这个单位有没有机会做到按揭呢 一岸银行那个契约完全抵押 在那间银行那里它基本上是齐齐的 假设银行调货出去市场有个开价 它会有一段时间去收标书 不同人对这个楼盘有意向的话 那就入标了 全部都是暗标的 你不知道A军给了什么价 B军给了什么价 银行在一段时间来收集这堆标书 然后就揭开它 找一个最高offer的 就放上桌去谈 这个offer我应不应该买给它 如果买的话 它签了 签了之后就成功成交 如果它不选择卖 就进入下一轮的招标 如果真的成功买入了一个银主盘 正常的成交日期就是45天 去签钱去做按揭 假设真的做不到按揭 你就要自己full pay 你的cash flow能力 真是要计得很清楚 当然入完标书 你以后做不到按揭会怎样呢 就打定了 跟你正常买二手套 差不多了 就收起它再买多一次 只不过你有损失 银行没有损失 银行收多不钱 银行只在想卖走货 不保证货的质量 不保证契不齐 它的条款会倾向有利银行多些 你只可以接受 通常你对一个银主盘有兴趣的话 代理会向银行那边拿回合约 它会用银行文件跟你说 说完之后你就签名 签完名之后 所以把支票进入暗标的程序 假设你真的很幸运收到这件便宜的东西 银行就会通知你 成功买到 下一步就开始组行 和买二手套差不多 只不过合约不是用银行的合约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路易消王 我们下期见 拜拜